掛上口罩後 泰雅族的新娘秘書 要開始將這位素顏妹 打造成最時尚的新娘子 不過要如何將新娘子的臉上雀斑 削擬掉 並提升膚質的明亮 王淳鳳技巧大公開 要如何針對膚質的本質做調色 黃淳鳳認為色調反差越低 越能夠呈現其自然 而打底的顏色要怎麼樣調 關鍵的技巧 黃淳鳳就愛賣關子 而臉部基本的妝化好之後 要如何貼好假睫毛也很重要 先輕地這樣抖上去就可以了 我們抖完假睫毛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用一個眼線液的部分 來做一個襯托 讓她的眼睛妝感看起來 顯現比較大一點點 睜開眼睛 立即變成大眼正眉 黃淳鳳新娘妝 不訴求濃厚 與膚質本色相近 才能夠呈現清新的透亮感 經過半小時後 水亮亮的新娘正式跟大家見面 妝前妝後大變身 簡直判落兩人 黃淳鳳的專業彩妝技巧 五年來造不了超過一百二十位的新娘 既然彩妝講究的是實力技巧 要如何來證明黃淳鳳的專業價值 身上所背的肩帶 是黃淳鳳最高的殊榮 評審長是因為掌控所有的評審 所以每次全國跟國際杯的時候 我們有大概一兩百個評選 你必須相當有一個經歷 對 在彩妝界大概有五年 然後再來就是說你在整個彩妝的一個設計裡面 你的想法 你的獨特的風格 同時你有相關的證照 來自新竹堅實鄉正希寶的黃淳鳳 獲得業界共同的肯定 因此成為了2011年 全國美容髮型競技大賽的評審長 兩年前在竹東正自己家中設立工作室 光是以舒嬅妝的服務項目 就因為口碑 每個月賺到四萬元以上的收入 目前還要努力打兵 記者報導到給我們新竹之東採訪報導